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小五米Note的简单的评测 先看一下它的外观 我觉得它的外观特别漂亮 前边还有后边是用Gorilla Glass做的 但是我买的是特别版 所以它的后背是用竹子做的 我觉得这个很特别 然后摸起来感觉也不错 但是注意一下 如果你放在这种桌子上的话 很容易忘记带 所以小心点 它的屏幕是跟三星的Note 4一样大 Full HD的5.7英寸 然后CPU是骁龙801 然后三个GB的内存 电池是不能换的 然后也不能用SD card 它的右边有音量和电源的扭扣 但是三个扭扣在一起很容易按错 我觉得左边只有音量的 然后右边只有电源的比较好 小米的Note有一个功能叫Permission 比如说每个APP会要求你的 麦克风呀相机呀 什么位置呀信息呀通话记录呀什么的 别的手机呢我们只能接受全部 要不只能不安装这个APP了 就没有别的选择了 但是小米Note可以各个分开的接受或者拒绝 所以控制个人信息 然后对电池也很有帮助的 这个功能是这个手机里面我最喜欢的功能其中一个 我希望别的安卓手机也都支持这个功能 还有我很喜欢的一个就是它的MIUI 只有新的通知的时候才会给你看通知 然后没有新的通知的话 你可以直接看到这个setting的menu 关机的时候一般手机会让你按小小的yes或者no 它只有一个纽扣变得大 然后按得比较容易 如果你的间铁班上有号码复制过的话 按你的打电话的软件的时候 它会直接问你要不要给这个号码打电话 删出APP的时候这个动画我觉得很可爱 自带的通话自动记录功能 我比较常用的一个功能 它的电池有3000mAh 用的不太多的话差一点两天都没有问题 因为它屏幕只有1080p 然后可以控制后面工作的一些APP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电对电池有很大的帮助 不过每一个手机会有缺点是吧 去信号不太好的地方的话 打电话的声音不太干净 有一些不少的自带的APP 不过可以很简单的删掉 所以不是很大的问题 一天一两次有APP的退关广告 我还没有发现这是怎么关掉这个通知 有点麻烦 在很多国家包括韩国 没有共识的维修中心 所以如果它的玻璃破了或者什么的 就维修的不太简单 反正总共来说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手机 我们看它的贵格和价钱比的话还是很划算的 虽然在国外本地话不是做得很好 不过在韩国拿着这个手机会感觉很稀贵的 那我们就今天到这里了 我们在下一个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